大家好,我是悠尔。 1998年《环珠格格》横空出世,火遍两岸三地,创造了中国电视剧有数据统计后的收拾记录。 这些人再也没有出过像《环珠格格》这种可以影响整个亚洲娱乐圈的作品。 这部戏更带火力票也圆,尤其捧红了当时默默无闻的赵薇、林心如、范冰冰,也被称为《环珠三美》。 这三位美女各个像开了挂时的,声名扶摇直上,身价一路高涨,成为最炙手可制的明星。 二十多年过去了,她们也从小女生成长为成熟女性,她们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有人按部就班,有人大起大落,有人风生水起。 今天就来聊聊《环珠三美》的故事,《环珠三美之赵薇》。 小燕子这个角色,让当时年仅21岁,还是北颖大二学生的赵薇,红遍大江南北。 比起当年的赵薇,如今的小鲜肉小鲜花,可能都不能叫真正的爆红。 赵薇说,我太早得到明星光欢,所以很饥渴成为演员。 于是,她在拍了《环珠一和二》后,拒绝接拍《环珠三》。 她破阶的想转型,开始转战大荧幕。 刚开始,赵薇一度被称为票房毒药,好在小燕子有决心,屡败屡战。 在《环珠三美》中,赵薇可能是最不在意美貌的一位,也最没有玛丽苏情节。 她放下偶像包袱,拍了《少林足球》、《花木兰》、《花皮》、《亲爱的》更是让赵薇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。 她不仅摘下票房毒药称号,而且彻底地转为实力派。 赵薇甚至还回到北电读导演戏,毕业作品就是《至青春》。 当时资方提出了各种要求,赵薇霸气回怼道,我不是来给你做导演的,我是来给自己当导演的。 于是她取得了片场主动权。 结果赵薇成为首位导演处女作过亿,和首位票房超过一亿美元的华人女导演。 她也成功地从演员转型为导演。 有记者问她,这是你事业第二春吗? 她回答,不,我处处都是春。 的确如此,除了演员和导演,玩家赵薇在许多方面都是妥妥的大赢家。 尤其和黄又龙结婚后,赵薇又跨界到了商场。 这时的赵薇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很傻很天真的小燕子,她已经为人父为人母,她已经有了庞大的政商关系。 她已经可以很轻松地把资本雪球越滚越大。 2011年,赵薇收购法国知名酒庄,成为了第一个进军欧洲红酒业的亚洲女明星。 2014年,赵薇夫妻更是因为马云的关系,进水楼台先得月,以31亿港元入股阿里营业。 赵薇也成功地从娱乐版面的人物转到财经版面。 2015年,赵薇通过母亲间接控股,拥有蚂蚁账户市值超过5亿。 无论何时,盆满钵满的人都少不了赵薇。 1996年出道,2006年学作导演,又一个十年后,也就是2016年,赵薇再次爆了雷。 那一年,赵薇夫妻拿6000万以50倍的杠杆去收购市值超过100亿的万家文化。 2018年证监会责令,他们5年内不准进入证券市场。 这也让赵薇走向了女巴菲特的神坛。 尽管如此,赵薇并没有伤到元气,只是口碑跌到冰店,公信力大不如前。 但是,他真的在乎吗?不知道。 资本市场上,他已经是大赢家。 今天的赵薇可以说是跨界达人,而且什么都做到top级别。 当演员,他是一个时代的符号,当过票房最高的女导演,当老板,当投资者,更是无人能及。 历经沉浮,情商修炼得很高,说话滴水不漏。 岁月以他独特的方式,将曾经大大咧咧的小燕子磨练成一个有见识,有阅历的成熟女性。 还珠三美之范冰冰。 惠必楼的老板娘,看来呀,你只好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根本会被惊喜了。 什么惠必楼的老板娘,你都还没有好好问过我,要不要嫁,我还能找清楚。 当年16岁的范冰冰,想比另外两位哥哥的火爆程度要弱一些,就记住他一声一声喊着小姐。 但范冰冰显然不甘于这种角色,当年眼睛锁时,他就往前面挤,会给自己加动作。 想被看到,想出名,他的上进心或者说野心,在演小丫头时就已经被看到。 经过20多年的努力,果然他从还珠格格里的丫鬟,成为自闭豪门的范爷。 范爷终于站在了娱乐圈的巅峰,他的走红堪称另辟吸尽的范本,他走红不是靠塑造过什么角色,而是靠范冰冰这个角色。 他的争议一直很大,范爷的野心给人感觉吃相难看,加上他的锥子脸长相妖艳,女性观众员不好。 随着审美趋势的变化,范冰冰的锥子脸正在流行。 他被称为娱乐圈锥子脸的鼻祖,可就在他被誉为颜值的天花板时,范冰冰却半起男人,以范爷的名号行走江湖。 这一招很管用,口碑大翻身,吸女粉无数。 然后他再解释,我经得起多少诋毁,就担得起多少赞美。 乱见穿心,习惯就好,我的身体里住着个男人。 他的新剧,渐渐地让他之前那些用力过猛的行为,被认可为上进努力。 范姨的形象也发生了大改变,虽然还是尖尖的追字脸,可却是大女主的气场。 但是,他的演技还是大家诟病最多的,摆脱花瓶形象,几乎是所有漂亮女演员成名后的第一要务。 范冰冰也不例外,于是他接拍手机,观音山,二次曝光,万物生长,我不是潘金莲。 范冰冰还演过他小时候的偶像吴泽天,后来又跟李晨谈起了恋爱,成了我们。 这时他事业爱情双丰收,就在一切都好,只缺烦恼时,就出事了。 而且,还是大事。 2018年,对于还珠三美中的范冰冰和赵薇而言,都是倒霉的一年。 赵薇被责令五年内不准进入证券市场,而范冰冰因为阴阳合同事件,被罚款8.84亿元。 尽管补齐了罚款,但口碑彻底崩了。 李晨跟他也,我们不再是我们。 偷睡事件让他从此冰冰凉凉。 不过范爷肯定不甘于就这样被赶出牌桌,努力为付出是谁。 先是做公益,然后跨界。 跟赵薇的跨界不同,赵薇的跨界是顺势而为,越跨越高。 范爷的跨界则是无奈之举,为了刷点存在感,让大家不要忘了他。 为他遥遥无弃地付出做准备。 不过还是要佩服范爷,可以如此放低身段,入住小红书,当起了美妆博主,推荐护肤品。 如今元气大声的范爷即使付出,恐怕再也回不到之前的位置。 比起野心,范冰冰不比赵薇差,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? 有人说,他们之间差了一个马云。 还出三美之,林心如。 哦哦,天苍苍的满满,你是我永恒的阳光。 山不冷,天地和,你是我永久的天堂。 紫薇格格林心如呢,相比于另外两个的大风大浪,大起大落,她的生活要平静顺遂许多。 跟赵薇一样,拍了紫薇格格后,林心如大红大紫,接着又演了《情深深与萌萌》、《半生缘》、《大理公主》、《郎才女貌》、《美人心计》。 林心如的观众员甚至一度超过赵薇和范冰冰。 毕竟当年有一些人觉得小燕子太疯疯癫癫,范冰冰又太妖娃妞, 而林心如更符合主流女性的审美。 当赵薇主在人身低谷,范冰冰黑料满天飞时,林心如的负面新闻并不多,最多就是八卦一下缓珠吻戏。 当年周杰如何企图,假戏真做。 相比赵薇和范冰冰,林心如的事业心相对要弱很多,喜欢过舒舒服服的日子,不要太累,不否认林心如有玛丽苏情节。 已是不惑之年,还想演所有男人都爱我的少女角色。 有人说林心如用自己平庸的演技和不上镜不转型的态度,将天赐般的运气消耗殆尽。 其实,她在选角和演技上还是做了一些尝试的,比如绣花鞋,写一份X的现身,只是还不太成功而已。 林心如的人生总体比较平稳,喜欢演那些讨夕简单的角色,就演那些角色。 喜欢帅哥就嫁帅哥,林心如和赵薇一样,也已经结婚生子,只有范冶是单身。 虽然林心如经常被离婚,但这些就是作为明星必尽的挫折吧,实在不算什么。 还珠三位的城府史就先说到这儿,我是游儿,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